我觉得啦 因为今天红堂有讲就是 其实它做侧面曲线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在修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 跟修容的概念一样 就是要制造很多的对比 然后有些地方要变亮的地方 亮部 有些地方还是要暗部 所以上半身 红堂最引以为傲的地方 其实也是它最困扰的地方 没错 就是因为尚为丰满 你穿针织衫 穿亮色系 看起来都会变得很明显 所以如果我们要修 它的上半身的线条 让它看起来扁身 窄身一点 我觉得深色系是最好的选择 明白 所以外面我先用一个皮衣 那一样就是比较热的女生 我还是建议合身款的皮衣 会比落肩款的 看起来不会是球状的感觉 除了这个外套之外 你看里面这个衬衫 也是给它选择黑色系的 然后肩领 对 然后里面这个衬衫 瘦 对 你看 你看它这个衬衫本身 是硬挺的材质 就是如果你像红堂一样 尚为比较丰满 比较圆身的女生 我建议衬衫有各种的面料 选择比较属于衬衫部 男生西装会穿的那种衬衫部 硬挺型的 它比较能修饰我们的身形 那像我给它选择这一套上半身 它在这个地方 你看它有很漂亮的这种荷叶边 做一个荷叶边 然后我建议就是还是一样 把我们的手腕露出来 就是让你瘦的地方露出来 然后这个地方露出来 可是不用去强调胸 反而看起来是很纤细 然后脸就会变得很小 那下半身这个裙子 其实也是很久没有给它挑战 这种比较窄的裙 对啊 然后你看这个窄的裙子 延伸延伸到底下的部分 其实它里面的内衬是另外一个 它是穿两件 没有 这是同一件的拼接 你看它侧面的部分 它有这个很漂亮的垂坠的袋子 皮革的拼接 然后这边也做了一点点 不同的拼接变化 就是你在它身上有很多的破坏切割 身体就会看起来比较瘦 比较窄一点点 那包括在 对 有道理 如果整件就是这样子 对 就会有一点膨胀 规规矩矩的 对 然后在背面的部分 你看包括这个袖子 这个地方的拼接 其实它也有一点点楼杆 我都没发现 对 所以可能里面就穿一个 黑色小坦克背心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喜欢像红堂这种风格 或身材稍微肉一点的女生 有一些比较立材的裙子 像这种 如果在春天一点点 这种碎花 好漂亮喔 然后它很立体 这个是绝对显瘦的 你看 这样穿就不一样 你看 这边的这个材片 它全部是可以遮住我们的腹部 因为它整个立体空间 所以在侧面看起来 线条就会瘦 对 或者是绿色一样 在2019非常流行 因为我们讲 2018开始森林绿大流行 可是绿色我建议大家 就是你们要穿的时候 选择在下半身 离脸比较远的地方很安全 因为绿跟黄这两个颜色 我们东方人有时候不好驾驭 如果你当天妆感没有很完整的话 看起来会不小心辣化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膨的裙子 比方说这个是 日本那个穿旧保龄大师 他们的裙子 非常漂亮的 蓬松的 看 非常的美 然后它有很多的这个 可以再吃了 它这么漂亮 对 因为有空间 很轻松紧 这个非常的美 而且这样一穿上去 它的分量感 完全看不出身体在哪里 没错 对 利用瘦瘦的黑色车衫跟皮衣 修饰丰满的上半身 再穿上不规则剪裁的裙子 便用一拟开脂 颜色跟线条 让原本肉肉的厚片身材 推到十年前的魔鬼身材 达人传授美丽秘气 都在女人我最大案 拥有最强神级团队 让你成为时尚焦点 达人指点 美丽多一点 女人我最大案 快来测载